詞6. 愛丞 歌名 我想今天就是用一種分享的心情 我們跟大家交換一些跟進度不同的事 去創作而來學一些小愛 平華也是個朋友 所以我們之前在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 真的要很開心 我們好像把我們中間沒有見面的這 我們十年前 很快的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做平均了 而且幾乎是不共接回 所以我很希望今天跟大家也是 很多是數位蒙面的朋友 可是有時候原本很奇怪 就是很有趣 有時候我們就是可以跟我們共接回 那我很期待今天的這個分享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我想為什麼我們要叫做 來自這個邊緣世界 或者是世界邊緣的生理系 當然跟我是一個做紀錄片的創作者有關 那也跟台灣 處於一個東亞的邊緣或者是世界的邊緣 都會有一些關聯性 那我想這些細節也許我們待會再談 那是不是有的話 我們也介紹一下自己 就像賀導所說的 我們在之前 為了今天的講座碰面的時候 其實很差異地發現我們 有變這麼多的共通點 所以我們賀導在開始成為一個 國務導演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我要成為一個 盧麗塞百年的使者 那這樣一個非常相近的一個工作會題 即是在我們所關懷的 這個台灣從幾年之後 然後在90年代 在經歷的一個多元文化的當代時空 然後成為我們彼此之間 在工作上 這個紀錄貨界的展望 然後展開了一種 對於台灣這段土地的一個探索 那這次的這個主題 事實上是圖從紀錄片像的一種 很特別的這種影像 他賀導特別的會說故事 故事總是不斷的吸引他走到 那個台灣的各個角落 走到世界的一些角落 然後再想世界的這個眼光 再回看台灣 那所以透過紀錄片這種說故事的方式 事實上 他展開的是一段又一段的旅程 那我每次在看那個賀導的紀錄片 或者是看到一些訪談 他的一心回答的時候 我都非常的感動 那我希望今天藉由就是賀導他 待會兒會讓我們看他的一些影片的片段 然後我們可以一段一段的 跟著他一起展開這樣的影像 那我們就開始旅行囉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你看後面的閃流 今天其實我 有聲音嗎 我們今天要談的東西是 其實可能跟每個人都有關喔 就是說我是誰 然後我從哪裡來 我要去到哪裡 那跟紀錄片特別有關的就是說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紀錄片是要問問題的 所以當我們進入每一個紀錄片的紀錄里程的時候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那紀錄片的社會田野 在這個田野裡面我們要找尋的是什麼故事 然後最後我想看的是這個 我創作的土壤在哪裡 是什麼 其實今天 基本上 大家會看到的一些畫面 或者是作品 現在大概都是按照這個影片過來的 那我想在接下來談之前 那我想在接下來談之前 也許可以幫我找到 那個印聯裡面的 作品的話 先讓八十幾分 裡面我們先找到 十六跟十秒 這個地方 然後先站點 就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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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水 什麼是紀錄片 我不知道 我們今天來的朋友 主要是做創作 還是 有自己在拍片的 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嗎 然後 有自己在做跟藝術創作有關嗎 哪都不太羞 你一定摸不上路 好 我想對紀錄片來說 到底什麼叫做紀錄片 對我來講 紀錄片是 他一直都是說故事 可是問題是他要說什麼樣子的故事 所以對我來講 紀錄片是一種真實的再現 然後他是有觀念的 他是要問問題的 所謂真實的再現就是說 我們說紀錄片跟劇情片所不一樣呢 紀錄片它 大部分的時候它是一個氣實的故事 它是基於一個實際的人的處境 或者是某一個社會狀態的處境 而素作出來的故事 紀錄片它一般來說 都會有作者的觀點 所以當我們在說紀錄片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在說 這個作者他有一個意圖 要對外說一些什麼話 他要對這個世界說話 然後他要對世界的闡述 他要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很多時候紀錄片也是這一套的東西 那正因為它是一個氣實的創作形式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很多紀錄片它對它所屬於這個社會 或者是對這個地球 都有很多很大的影響 當然這個也是 就是我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 我很希望可以達成的 可是很多時候因為是跟另外一期 包括市場行銷的關係 這個東西可能不是導演獨控制 或者是能夠推展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紀錄片要如何從我是誰 然後我從哪裡來 然後到我要到哪個地方去 讓我的作品能夠觸及到 我想數值的觀眾 這就牽涉到我們待會兒會講到 我們就說今天要如何走出 我們所被滋養的這個朋友 我在拍片之前是做記者 我是寫Navi的 是寫故事的 然後一直到大概十二三年前 我在開始拍紀錄片 可是對我來說說故事都是同一件事情 不管我用的是 拿個麥克風在這邊說 還是我拿的是筆 或者是我跟一個攝影師 且攝影師拍出我要說的故事 都一樣 它都是一個說故事的工作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的這部片叫做 所以我先到184駐東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交工樂隊 就是原先從美農出來 然後有很多的幾位 有的不一定是從美農過來的客家樂團 它能駐成一個樂團 我在兩千年的時候開始建立交工樂隊 那大家也知道交工樂隊現在並不存在 那當時 我對 其實我一直對反抗的形式有興趣 所以交工樂隊它作為一個 我通常那時候看到他們的時候 是在街頭運動的時候 他們會唱一些運動歌曲 然後我覺得說挺有趣的 但這個反抗形式它可以走多遠 它的音樂性會有多強 當時我在街頭上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拍蠻好的 後來就開始了拍這個影片的過程 可是我覺得我其實非常的幸運 就是說 拍這個影片的過程 事實上就是他們在創作菊花夜行軍 這張專輯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影片裡面就是 收穫到非常多他們在創作菊花夜行軍的時候 的一些心情 或者是一些錄音的狀態 然後說他們在想著他在煙龍的錄音室 到底要錄出什麼樣的聲音 他們做了各種的實驗 那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就是 正好是風風其盛的 錄到他們做這件事情的過程 那 對 就是正好 我們待會兒也要看一個大概 四分鐘的片段 就是林生翔 就是之前教會樂隊 還有現在也是一個不重要的特加熱手 林生翔他在片子裡面他講到說 他如何回到路上希望做音樂的小片段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先把風關起來 我常常就是會站在見到184的片段上去看 我常常就是會站在見到184的片段上去看 在我要回來的時候 我也是忘了那一排山 不管是從線到184講 或184 回來我都要向著北邊 就是看著美龍山回來 以前就媽她是說好像銘網班一樣啊 巧合說 chưa 她就說唱都打事也不做 唱什麼歌啊 好像是說唱過唱不到來吃 這樣子的 我心里想是说,他们的那个兴趣 像我们这种搞这种音乐,在美楼毕竟还算是新鲜 那个吉他,真的是说你有这个兴趣,我就拿三万开给他 他一直都演唱会,就是说很感谢我这样子 我这一把吉他,是我妈妈 口袋没有钱,和我谈伯母宣戒,就好像感谢我就对了 我说,以后不要讲了,每一次到七北的地方都讲给人家听 我觉得我妈妈她自己是觉得很骄傲 那,就是她现在又有那一把 是啊,她就保守很好,真的是保守很好 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样的歌 因为我们在农村里面,在整个繁雪布林洞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农村只有年轻人回去才有希望 農村有年輕人 帆水庫才有希望 然後年輕人回鄉有什麼不好 回去耕廷有什麼不好 跟自己的長輩 跟自己的父母親 再一塊有什麼不好 我們只是覺得 我們做音樂 就是想要寫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自己都感情深受的 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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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我自己懷 剪手 快咬 快雞 快咬 快雞 快咬 走 從 才比 五萬 不是我娘子弟 做夢的愛幾六年 不是我娘子弟 做夢的愛幾六年 希望不是我一件幾六年 百苦 百苦不老 四季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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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該鳴 鳴 百苦 做夢的愛幾六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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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乖的妹仔子 舀我一枝尾漾啊 我乖的妹仔子 舀我一枝尾漾啊 我安落丫利港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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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作星期 這個是二零一年 還是 不是喔 兩千年 還是兩千零一年的時候 拍到的 兩千零一年 可是那時候是正在拍 所以應該是兩千年還是走走聯播的時候 拍到了 畫面 那 菊花葉行軍這個專輯 其實他講的故事是 台灣受到WTOA影響 就是全球化的比較早期的一波 被影響然後造成農業有非常大的傷害 那他同時也傷害了很多的農民 所以這部片是在這樣子的麥可樂之下做出來的 那當然也是沿著菊花葉行軍的這張專輯來做 所以其實接下來 包括這一部還有下一部 我現在要放的接下來的兩個片子 其實都是根植於台灣獨立的一些很Local的故事 然後當我們在做田野的時候 剛剛前面我們有一個對今天的一個提問就是說 製作片的田野到底在哪裡 製作片的田野到底要怎麼做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製作片的田野 它唯有挖得非常非常的深 非常深刻的進入一個Local的在地的 一個鄉鎮的人物或者是他們的脈絡 這個製作片才能夠變成一個動人的紀錄片 所以我們現在先講就是我從哪裡來 我從台灣來 所以很多影片是根植於對台灣的一些 流土地溫度的一種一種感受 那希望可以把這些東西可以傳達出去 那我想可以面找一下炸神尼這個素材的 所以在 所以在 拍完遷到18世之東之後 炸神尼當可能有聽過在元宵節的時候 會有炸函丹的這個細節 就是在台東的地方的黑道人物 道上兄弟 他們會站上轎子去讓邊炮炸他們 所以我一開始知道這個儀式的時候 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在地的一個儀式 然後也很特別 就是說 他們是用一種讓自己身體極度痛 而且很殘酷的方式去清洗他的過往 然後去做所謂的贖罪的一個儀式 那這個儀式裡面有很多的反轉 包括這些兄弟 他們平常都在黑道 可是他們只有戴著職業可以從狗熊變成英雄 站上轎子 然後讓大家崇拜 那 同時他要透過那麼殘遠的方式 才能夠 才能夠清洗他的過往 跟他的過去和解 那當我看到這怎麼過程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的感動 因為 這跟我自己的生命歷程 是完全不同的一條走線 就是說我從小 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子的朋友 所以我在跟這群兄弟們混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同意讓你拍啊 事實上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大概看出 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道上大概大學生或研究生 可是我第一次跟他們見面的時候 他們一眼一定就看穿這個女的 他就是幼兒園而已 就是說完全無害 而且很想跟這些大哥學一些什麼 而且我很誠懇的表現了我的 在他們的這種大學跟相較於他們的大學 我研究生的這個程度之下 我是這麼的弱小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他們很快就接納我 因為我們真的很希望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一些 學到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也是我們進入田野的時候的一種 一種態度 有不由自主的人就會表現出這種 你真的好厲害 然後我很想跟你請教一些事情這樣 那這個片子裡面最主要的一個人物叫阿成 阿成他 但我們在片子裡面會參考一些他的片段 那我想先不多說 這個我選的這兩個片段其實還蠻清楚的 搶著當海單爺 平內野蕭 阿成想要派王咪一樣 像教子單爺肉仙賢明 電影 湯就覺得很香對不對 他從事六年級的寒丹爺 今年三十二歲 他兩年前到這家砂石廠工作 從司機一路搭上經理 他想溫靈到上生活 調改過程來送稅 剛才說還不適應 以前都是夜生活 現在突然間生活正常 現在你不用整天再煩惱 說什麼時候要抓還是 老闆都是會天先給人家機會 他不會一下子拒絕 你來他就給你機會 用他就不行就不真理就不行 那這件事是死去啦 那這也就缺失去啦 那怎麼可能 比起我們那樣的情緒 所以我們不能說 給我看你不要走啦 那要怎麼說 所以我們也沒關係 這些話很少在講 還要對外面 在那一片一片又給你 我們現在就練到說 一節就一節就一節 好好 用客人 好好 是要出啦 不是家裡的啦 哈哈哈哈 對 謝謝 阿成想要重新出發 但是他到後來才發現 要脫離道上的生活 沒有這麼容易 比阿成大一輩的大藝 是更資深的五年級兄弟 今年三十七歲 他明年也要當寒呆爺 我們第一代呢 現在可能六十幾歲了啦 七十幾歲了 七十幾歲了 七十幾歲 他是我三一輩的 看資金就分得出來了 真的是 三十年代的人要流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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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靠著是我們 在這時間做 阿伯仁我都在那邊 你所謂靠在那裡 是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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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上面 我講 比較白的 我改造的 現在大家都會看 整個專線都會看 對 有的觀眾 你去看 你如果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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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保持 親近的狀態 直接給你辦 大業的職業是 刺青師傅 他的朋友 和開了一家刺青店 今天他來教他的兒子刺青 我現在有 想不出某一家刺青 那裡 還不出某一家刺青 那裡 還不出某一家刺青 一關時代 我沒有出某一家刺青 要承蜂 這又有一個 一家刺青 要承蜂 這麼多 有一個 這不可能 我小時候看到大就位了 小時候都看爸爸在刺青 長大在學校就幫人家刺了 10分鐘就同時坐在這裡 現在很不好我也算不清 結果車會給你去那裡行的對手 很多人都很好奇 到底為什麼他們都要了 其實這個也很有趣 我之前非常的忐忑 我去找他們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 我就是只有一個台東的朋友 做雖然是文史工作 文史工作者的一個朋友 他就去拍東西 因為他認識一個堂主 他就跟堂主說 台北有幾個朋友他們想要來拍你們 然後想要來拍這個 海丹爺的影視什麼的 所以我就下去了 就是我跟台東的朋友 還有一個我的 我請他當我的製片的一個男的 男性的朋友 或是同事 然後我就去到堂主的那個 很大的那個茶桌前面 然後堂主就兩手一攤就說 今天是有什麼事情嗎 然後我就很緊張 跟他講了這個拍片的計畫 然後就是很簡略的講一下 然後他就說 那我可以怎麼幫你嗎 因為其實我的內心也演過很多的反悔 就是我想說 他那個茶桌下面都要有槍啊 還是突然大怒 坐著一拍就站起來 幫我們轟出去這樣 結果他非常nice 他就說 嗯 看我們可以怎麼配合 後來才發現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他們以為我們是來拍劇情片的 所以我們機器這樣好以後 他們就每個人都呆呆的在那邊 等我們 可能是等我們要喊的 action還是怎麼樣 那他們有時候會問我們說 初期的時候 他們問說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演啊導演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他們談說 什麼叫做金馬片 那我就跟堂主跟那些 跟阿誠他們講說 很多時候你們會發現 我們只是靜悄悄的蹲在旁邊 或坐在旁邊 嗯 可是 有時候我們會偶爾跟你們講話 那這就是我們拍片的方式 然後一直到他們發現 我們開去的那台車非常破 破到我們不敢洗車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台面包車 會漏水啦 就是 那個天花板是破掉的 我們去洗過一次 結果發現 車子裡面用淹水 一直到這些兄弟們發現說 我們真的是很窮 比他們還要窮很多 他們就發 他們就發揮了非常多的 車影之心來協助我們 這樣 非常非常性行爭的 他們算是非常有緣分的 留了一段這樣子的人情 好 好 嗯 好 鳳梨我想我們 直接跳下來 直接先跳下來 不用喝了 所以阿成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朋友 我覺得他非常有思緒智慧 那這部片他 這部片後來有入選 台灣國際民族製營展 那我就想說 那因為我一定要請他前來 跟我再來前面 跟觀眾一起對話 就觀眾好愛他喔 因為他就是又很好笑 然後又很深刻 然後 有時候他表達他自己生命中的悲哀 讓觀眾都覺得 真的就是摸著口袋 所以 我覺得他如果 他在道上是個真正禮物 可是我覺得他如果真的 人生機遇比較不一樣 他在白道上 他我想他一定也是 是一個禮物 所以 人生這種事情有時候有點難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成 後來跟我們講的一些 比較深刻內心裡面的一些話 就是沒有在... 就是 那也不算什麼殺手啦 就是 人家叫我們做我們就做 那酬勞也不高 他就叫他去哪裡 校面給我們 幹什麼 東西給我們去 去 然後就 把他弄掉 留回來 就把他隨便乘上一個機關 帶回來給他看 就是說 要是我們 事情就做好必要 很多寒丹爺都有入獄的記錄 阿成就曾經入獄三次 中藏 中藏 三次 那就是在西部發生的事情 不是在台東發生的 然後 一次都替人家扛罪著 就現在是老大扛罪 剛扛到還沒什麼之久 只會發現腳趾是 那大發已經往下 半夜 那時候雨季捧著說已經難了 好像就開始難了 轉型中阿成 幾個月前 又因為打架出的事 是我個人 我帶台北游泳去喝酒 還有老婆 他們對方吃六個 我們四個 因為他打到我老 然後 我就拿那個劍刀 就母刺了 對兄妹們 刺性讓各位上下 像 難得你就是 怎麼講 那種感覺 好像那種 痣女的新聞吧 應該算是這樣 其實他 這句話後面 他就說 這算是 可能就算是 一個贖罪 那時候我有點驚訝 就是 這段訪問是 我們在拍攝的 很後期 就是 大概有很多個月的 拍攝之後 最後做了一個 這段訪問 我很驚訝他 說到贖罪 就是 他其實不太願意講 他以前的事情 那 我覺得 當他 要面對他那些 過去比較黑暗的 紀錄的時候 他好像也只有用 這個儀式的贖罪的功能 去跟他自己的過去 和平相處 那我覺得 能看到這一面 讓我覺得 那時候我坐在他對面 覺得 心裡面 有一點難過 可是也有一點 替他高興 我覺得他是一個豁達的人 他看到他自己 生命的處境 可是他同時也是一個 moving forward 一直往前面走 他後來的下落 他後來的下落 是他 他跑到西安去 因為 那個殺死場 是要分立一個台東縣長 所以台東縣長 有一次他們好像 那個利益沒有分好 所以台東縣長 就把他們壓到 他都是說 你跟我滾 你離開台東 你如果再出現在台東 你就抓你 因為 他其實就是有些黑記錄在台東 所以他把你跑到西安去 保護 那接下來我想放一個 下一部片 我覺得也是一個 現在是我作品裡面 很在台灣都可拍到的作品 就是叫做303 303其實是比較近期的作品 拍的是在桃園的 一個學校的三連三班 然後 這個三連三班裡面很有趣 因為其實當時我想拍的是 新移民的第二代的小朋友 因為我想到 這部片很開始的企劃 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時候 因為當時其實台灣有關 新移民就是外籍配合 上官的議題大概已經有了一些討論 影片也有了 然後認為也有 或者是一番的報章雜誌上 都有看到他們的一些消息 可是我很好奇他們的孩子 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因此就開始試圖去找 有沒有可能可以拍到 還在兒童階段 還在上小學的小朋友 是從媽媽是從東南亞過來的 所以很幸運的在桃園這邊找到幾個孩子 那三連三班是一個很有趣的組合 事實上他們學校都是 因為他們是一般的 就是抽籤的常態的跟班 他們班有大概六七的是 就是新移民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班還有所謂的外省第三代 還有父母親自離來人 也有客家人也有原住民 所以他有點像一個小台灣的縮影 那我拍這部片其實有 性別有一個想像就是說 我很想知道他們現在的處境如何 那其實這部片還是 我現在還繼續在拍下去 我說要等他們大概十多歲的時候 進入青春期的尾聲的時候 然後再繼續記錄他們 所以這部片 三連三班拍的時候 他們十歲 他們現在念國音了 所以還是持續有在記錄中 那我們看一下三連三這部片的片話 我的名字叫馬佩文 媽媽的家鄉是青脈線 我第一次大的小朋友拿那個紙回來 我第一次大的小朋友拿那個紙回來 我信你難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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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做好好的覺得 我 我 他會像爸爸媽媽那樣的很辛苦的工作 那最普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馬佩文跟我說 就是要好好的讀書 要不要會像爸爸媽媽那樣很辛苦的工作 我看到他講這一段的時候是 我跟著他們到清邁去 就是媽媽的故鄉嘛 然後我在拍媽媽跟他的老朋友聊天 然後我回頭一看就發現 我發現這個小朋友他在看書 他其實在看當地的中文學校的教材 其實都是簡筆字的書 那我覺得好驚訝喔 因為我身邊周遭我接觸到的孩子都很討厭讀書 就是他們不會跟書這種東西連在一起 他們會跟譬如說iPad 或者是iPhone 或者是電視等等 所以我當我看到他在看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好奇 就走過去進來聊天 就說你看了什麼書啊 書上寫什麼啊 就像他念過去 然後其實我有點隨口辦問啊 我就說那你覺得為什麼要讀書啊 他就突然蹦出那一句 說不讀書的話以後的日子會很興奮這樣 那我覺得的確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說 孩子其實什麼都知道 他們對於生命的處境 他們對於人生的艱難 他們從爸媽的眼睛看到 然後他自己也拒絕 吞下去再想畫這個真誠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他講這句話 就是有點突然覺得皮膚麻麻的 突然一個孩子說了這麼熟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我們拍攝點裡面 非常常遇到的狀態 就是我在面對著我的被射者的時候 他們常常突如其來的講了一些 或者是做了一些讓我很驚訝的事情 都讓我全身爸媽知道 那可是很多時候那是一種非常殘酷 非常悲慘的處境 然後就是展現在我的面前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一些 所以很多時候 當我出去放電 或者是演講的時候 有些朋友會問說 你怎麼受得了啊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有問的一句話就說 你這樣不小心開醫生嗎 我都知道他可能想要問這句話 因為 就是說碰到那麼多的殘酷跟難開 世界邊緣裡面的艱困、貧困等等的處境 你看到這些 然後你又不能做什麼 然後剛剛媽媽看著他們的發現 看著他們的人生就這樣 在你面前經過 你什麼都不能做 那你都去看醫生嗎 我知道他們要問的是一個問題 可是這其實對我 對於拍視頻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嚴酷的斷裂 因此每次在白天或者是晚上 看到這樣的處境的時候 當我跟我的被設者有一些 很深刻的這樣子對話的時候 我總是晚上回家 就是眼淚就會流在人樓上面 就我不會大哭 可是突然那個 淚水就會跟著呼吸 一直流出來 一直流出來 然後我曾經自問我自己 就是說拍紀錄片 拍了讓大家看的 心裡越難受到死 這到底是守衛何來 我還要繼續拍下去嗎 還是我乾脆去找一個 上班族的工作好了 就不需要這麼的 面對這麼多的殘酷 那我覺得拍紀錄有點像季童 就是說 他是被選上 被選上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也是欲罷不能 就是你知道我離開 這樣子的工作場面 我覺得我好像很困難 會做不到 所以就要試著跟這些 我所面對的殘酷和平的相處 然後讓他這樣子的東西 能夠跟我的生命對話 這好像是唯一我可以做的 然後我試著把這些 他們被壓在邊緣的訊息 可以傳遞出去 所以這三個片 我們這些短的東西看完了以後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 因為我講的是誰嗎 創作主題是誰 然後我從哪裡來 其實我就是從這個豐富的程度來的 這個豐富的程度來的 給了我很多很多的領目 就是在台灣有很多 很在地 然後非常深刻的故事 他滋養了這些紀錄片 所以我想也許 女華可以多聊一聊 從也許是評論或者是觀察的觀點 看到這些作品的想法 就是在剛剛賀導所談的這個 包括他的作品 然後跟他談到 常被問到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裡 會看到兩個重疊的世界 一個世界是 我們在紀錄片的影像裡頭 看到來自於土地 特別是賀導總是被這個土地上 生活在各個邊緣的一些小人物 他們身上隱藏的故事所吸引 所以他的鏡頭幾乎總是會帶著觀察 去到那些原先沒有人注意 可是經過鏡頭的匡取跟時間的流逝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一段又一段非常真實 而透過這個紀錄片的影像 所呈現出來的這些小人物身上的故事 那在這樣的一個非常 我們可以說 其實是一個在土地上移動 而且不斷關注這些看似平凡人物 但是其實透過這個非常的觀照的過程 其實總會讓我們看到非常多 我們都一直積壓在現實底層的 特別是我們在都會的 然後在一個非常講求經濟進逐的 這樣子的一個主流社會裡面 我們忽略的 遺忘的 然後有時候其實是跟我們非常親近的 我們的家人也非常相關的一些故事 然後在我們眼前的這個小人物的身上 再現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關注的方向 事實上是賀導他在紀錄片裡面 他一向的一個主題的特色 也就是說他總是關懷的這些很邊緣性的 這些小人物的這些課題 而這些非左右的這些在社會底層的這些結構呢 其實透過這些人物非常珍惜的生命的過程 那所以也就會有剛剛賀導說 他在拍這個片的過程 其實是不斷遭遇到陌生的對象 然後在這些陌生的對象的身上 重新去讀取到一些不僅是導演 也包括我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們這些觀者 我們覺得非常心有靈犀 就是跟我們自身的很多很深層的經驗 其實是完全相通的一些情感 然後或者是一些人生存的那個 最艱困的處境 那所以在其實在那個先前的一些媒體的訪談裡面 賀導曾經在回答記者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他自己有一個怪腦袋 然後他說因為這個從小就喜歡問問題的這個怪腦袋 所以帶他走上了這個紀錄片導演的這條路 那事實上紀錄片的這個刊測的這個狀態呢 其實也讓賀導不知不覺的 其實是透過光影 透過聲音 透過影像 去看很多事情跟去思考所有的事情 然後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他每次接觸到一個陌生的對象 然後一個陌生的場域的時候 其實是不斷的在拋掉先前的非常多的刻板的印象 或者人與人之間社會的一些界線跟隔閡 然後不斷的回到人最真實的直接面對 以及人生存最底層的那個處境 然後學會了用對方 就是被他拍攝的這些對象們的觀點去看世界 這成為我想這應該是賀導上癮的一個原因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帶出的紀錄片的這個影像 完全呈現了我們剛剛說 如果紀錄片的田野 他指上了這一塊土地 他的一些不被主流的一些眼光所刻畫的 那些很可能會被遺忘掉的歷史的話 那這個開端是來自於哪裡 事實上在紀錄片這樣子的一個創作的形式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至少涉及兩個部分的問題 第一個部分的問題是說 其實從80年代開始 紀錄片其實他就在台灣扮演著像是一種民主 民主性的影像 或者說民主空間的公共空間的打開 這樣的一個象徵性的角色 怎麼說最早的在公共領域發生的這個 台灣的紀錄片其實跟綠色小組 他們當時在非常多的生物運動的現場 然後記錄了當時的那個官方媒體的三台 他們所不願意記錄的那些影像 所以在那些生物運動的現場裡頭的影像 被真實的在現在關折的面前的時候 其實讓當時的社會他就非常的震驚 因為看到的並不是暴民 而是是一些跟我們一樣有血有肉 然後用自己的肉身去為某些底層的受苦的人 吶喊的一些抗爭者 他們的聲音跟他們想要表達的話語 那事實上是透過這樣的一種紀錄片 他重新開展出一個不被這個官方的這個 特別在那個之前其實是一個解嚴社會 那樣子一個權力的政治上的一個結構的一個 就是甚至於更之前的白色恐怖的一個影響 然後所以紀錄片他在一開始在台灣 德巴黎明台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作為一個民主的象徵 然後他打開一個讓大家都震驚的一個真實的影像世界 然後這個影像世界透露出來的是非常多奇異性的聲音 而這些在線出來的聲音 他們各自的訴求裡面究竟訴求著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那在這樣子一個公共空間的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我認為台灣開始真正開始了一個 非常可貴的一個民主學習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說這是紀錄片第一個 非常公共性的一個角色的話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紀錄片作為一種觀看的方式 他是如何發生的 那這樣的一個觀看方式 事實上賀導也在之前的一些訪談裡面 他曾經回應那個訪問者一段話 他說沒有人的眼光會是透明的 或者是空白的 也就是說這個當攝影機他帶著觀者前行到某些場景去的時候 其實這個拍攝的過程喔 這個這個影像他必然不會是沒有某種就是觀點 然後他必然受制於拍攝者的性別種族階級 然後學習過程他的認知 甚至於就是跟拍攝對象之間的差異等等因素的影響 他可是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必然性 卻也是賀導在這個紀錄片的這個創作紀錄上 其實他一再反省 然後最後他找到一個跟 總是能夠跟被拍攝者採取對等 而且採取直接交流 而且採取識點的轉換 前面提到的就是他用對方的眼睛來觀看 然後來感受他們的處境 這樣的一個紀錄片呈現的一個觀看的世界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會看到透過 正是透過這些非常進入到土地的各個角落 而且是開啟了各種觀看試點 甚至於包括不斷移動的試點 常常在紀錄片裡面是多聲道的交織 非常多的觀點 同時被併織在一個影像的這個 脈絡裡頭的時候 其實提供給觀者的是一個更複雜的 然後更多情感經驗直接交流的 這樣的一個認識的機會 觀看的機會 那我想這個是在這個紀錄片的這個鐵頁裡面 他所直接打開了一個很令人 就是動了我們的一個世界的一個原因 那個謝謝平華的分析了 我覺得好像 欸奇怪我們十年沒錄動 他好像很了解我們在想什麼 這個是無控結果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那接下來要去到哪裡去 就是我們講的我從哪裡來嘛 那這個影片如果要走得更遠 他要走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他可以怎麼走 他可以怎麼說故事 這就牽涉到其實我 本來有電話要放 可是我想可能時間不太夠 我本來要放一個叫蟑螂X檔案 是那個一隻蟑螂的腳 可以橫跨的螢幕那麼大的那種 真手片 所以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好險的沒有放 這是國家電子頻道BG的 《戰放生台灣》的案子 《戰放生台灣》可能大家現在都比較知道 就是國家電子頻道在台灣做的很多 在台灣拍的一些專案 那當我們第一劑在做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趣的視角的講態 就是說我的字片 他一直跟我講說 你要一直想到你的觀眾不是只有台灣人 你的觀眾是在全世界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的說不出的方式 讓其他人可以跟你的思慮是不後接軌 就是沒有任何文化的障礙 或者是隔膜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換腦袋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這個經驗之後 我其實每部分 我開始去想這個問題 那當然也跟 我是在這個土地長大的人的經驗有關 就是說當台灣人要走出去的時候 我們總是碰到很多我們的困難 包括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然後別人就會說 喔你是從台灣 或者是喔 Tibet 就是他們就是從T開頭開始猜 我是馬力人 那如果我不說話 我就會被猜成是日本人或韓國人 你知道 我對這邊是非常不滿 所以呢 我覺得我把這個不滿 從設在我的紀錄片裡面 我就覺得說 嗯 如果要拍片呢 我們就要拍 除了台灣人可以拍以外 我們也要讓這個時間 可以看到 台灣的紀錄片 說會是什麼故事 那所謂的台灣觀點是什麼 所以在張老師答案之後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 一個比較 比較重要的強勢 就是薩爾王的遺跡 這部片 其實就是我開始在關心 有關全球化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大概是2004年開始 我開始在思考這部分 就是我們不能從全球化的這個大 大浪潮裡面套走 可是我很想搞懂全球化 到底是在搞什麼東西 所以就覺得 嗯 很想去拍這方面的題材 薩爾瓦多日記拍的是 嗯 在薩爾瓦多有一個工廠 它本來是台灣有一個企業 叫做台南企業 的一個 仿製工廠 在當地設的工廠 在薩爾瓦多設的工廠 可是呢 那個工廠 就是一個所謂的血汗工廠 嗯 血汗裝得非常遇破啊 非常可怕 所以當地的工人 他們其實就集結起來 主持人說工會 可是工會一成立 資料就說他要撤資 他要關廠 這個其實是在選手 普遍借到的工人主席的狀況 就是說 這個工廠 一旦工人要組成工會 老闆就說我要關人 因為老闆會知道說 你接下來要爭取的權利 我就沒辦法唱所欲言 就沒辦法 嗯 就是 讓我自己呢 或我所欲為的去賺錢 因為有一個工會了 所以 這個本來是 台南企業 投資的這個工程 這個工會呢 他們就組織了很多 包括 美國總工會 還有包括在台灣的 一些工會運動者 還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做了連結 做了一些 就是捷舞的抗爭的運動 結果他們變成群球第一個 讓跑掉的資方回來談判的案例 所以我一聽到這個案例就覺得 喔他好重要喔 然後促成這個案例能夠成功的 其實是台灣的一個 世心社發所的一個教授 叫陳信信 是陳信信老師 所以我最少是在台灣社會研究紀錄 裡面看到陳老師的論文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好像值得去拍一下 所以我就跑去跟陳老師談 那他也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後來就 我們最主要的人物其實就是陳教授 所以那時候我就已經 腦袋的腳本想好 就是當我們降落到薩瓦多的時候 我們要拍的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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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好 可是我們一下飛機 當地的工業幹部就跟我們說 工廠前一天被鎖起來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進天場去哪裡 所以我所有想到的畫面 都沒有辦法拍 所以就在那一刻我就要重新想 我也要拍什麼 那事實上這也是陳信信片田也 非常容易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他紀錄的是 人的狀態 尤其是在邊緣的人 在一個變動處境中的人 他們的處境和狀態 這是最容易變動的 所以當我們碰到變動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靈魂的腦袋去想說 好 接不及的哭 要想 我要怎麼拍 所以當天晚上就熬夜 把我接下來這段時間 要再薩瓦多拍的東西 用他們出來 然後第二天就是密集的跟所有工人開會 然後跟他們說要拍什麼東西 那當時其實這個工廠 他們跟台南企業就是回來談判的這個資房 就重新啟動了一個新的工廠 叫做Just Farmers 就是公平沈浴廠 那這個沈浴廠是 也是全球兩千個加工出口區裡面 唯一一個資房回來 跟老房共同持續的一個工廠 然後它是有功能營運的 所以在這工廠裡面沒有老闆 沒有同學 他們都是共同決定 他們要不要接有些單子 然後他們的工廠會做什麼要怎麼做 所以很慘就是當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因為沒有辦法進去工廠生產 所以他們只好要結束了 說拜拜 所以應該是我們到的第二天 第三天他們就一起參與的會 然後所有的工人都哭得非常淒慘 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去到他們開會的場地 就是一個小房間 然後後面應該是有洗手間 就是我一走進去 我就聽到有女工在洗手間裡面 用很壓抑的聲音尖叫 這種哭的聲音 因為那個工作不太好找 那他們知道這個工作一旦沒有的話 他的生活他的生氣 會整個面臨非常非常大的危機 所以其實這部出片的開始 可以說是從那個很悲慘的七點開始 那我待會兒要放棄小幹事 這個工廠裡面的一個工人幹部 叫 Joaquín 一個男的工人 或是工人幹部 他在這個會議上跟大家說了一些話 一些分享 然後後來我們就跟著他 回到他很偏遠的老家 去看他跟他媽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先看一下這部片段 然後我們在想說 是非常難的 是很難的 是非常難的 我沒有想到 是我心裡頭 是很難的 是一個我們 是我們從兩個人 去洗手間 都是很難的 是我們是很難的 跟那些人都不知道 那不是 那些人都不知道 也不有一些资格 每個都是 都不必要 很難 而且 就是 有些困難 有些人 最大的 是 我认为是最多的女人是女人 但实际上 你真的有很多女人 很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堅说这是他第一次带朋友回家 我没有想到华天家里这么困难 甚至在他标准来看都算是很贫穷的 他那个村落以前是种植园的工人 集中的地方所以通车的距离很远 几乎就是生活在森林里面 可他 users 得到 放棄一下 究竟假 bir余快要 我現在更下去 我卻真的不要 我跟 micros西红 那日記就 Jeruz 他穿了 然後這次比較能夠深入的了解 他見了整個生長的背景 他幾乎就是 就是從小就是一路做工 當你剛認識這個社長不像是一個比賽的土包子之類的 除了他很害羞這一點之外 他是一個非常開放 然後非常想要了解各種各樣東西的 好 對 他在我身邊說我的母子都在做的好努力 就是 好 後來我曾經說他 他 我曾經說他 他曾經說他 他在唱歌詞 然後我曾經說他 他跟他 我以為他 我看了他的影子 我看了他的影子 也不像她 我也不像她 是的 我母亲也不知道 我不是做了很多事 我不是告诉她 我不是说她的影子 我不是说她的影子 我不是看她的影子 我不是说她的影子 她在她的影子 她在她的影子 在跟他媽媽聊天的時候 他媽媽一直在問說 聽到你在外面幹什麼事情 然後很敬意就提醒我們說 不能講他是工會幹部 連工會這個字都不能提 因為大家會害怕 我覺得這是內戰的歷史 那種白色恐怖 誰當工會幹部 就是內戰的時代 就是準備被人在槍殺的 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人在工作嗎 哦,對 其實很多 華麒麟是一個很重要的 工作人員 他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勢力 我一直在台灣的華麒麟 跟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很興趣 都很興趣 我已經知道 他知道他在這一個演唱的劇中 但他一直在說他是最名的劇中 但他一直在說他在這一個演唱的劇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果是失败的 后来他看完以后他有点激动 然后他觉得说 原来用一个 有点客观的 所谓的相对来说可能 因为 他是一个这个运动的主题 你看到他在这个故事里面被诉说 他是觉得对于这个失败的激动 跟他说 我到底完全支持你的观点 因为 其实 在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男子是悲剧 所以 他就很难 他一个卡都没有改 就 后来这部片 就是用这个版本送去台北电影集 后来也得到 评审堂部的奖 是2006年 然后我觉得 也是因为这样我有点不满足 我觉得 我好想拍到一个 成功的例子 那这个后来成功例子 后来其实是在 台湾内有什么事情上有看到 不过我现在要先放一个 片子是 我爱高温写的片花 嗯 我在拍 这个 有关全球化的系列 纪录片的时候 我真的很希望有 其中有一部片 他可以从 身材的面中 头到尾去解析 一个 产品 穿在身上的东西 不管是一部鞋子 还是什么 他是谁做的 然后他最后是谁穿的 然后这个原料是怎么取得的 那后来 其实是结束了这个 系列的拍摄之后 我才拍到了 我爱高温写 那我爱高温写 那我爱高温写 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他问的是 售价在 美金三百到一千 甚至美金一千元以上的 名牌高温写 包括像 八达 附近 你们造出任何的那种 大牌子 他是 谁在生产线上做出来的 后来卖给谁穿 穿在谁的脚上 然后皮是从那里买的 所以就开始了 我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残酷 对我来说的旅程 那我来看一下这个片花 片花其实也很短 大概只有一分钟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片它可能是在国际上的感应最好的一部片 它去过亚洲一些国家 欧洲一些国家 包括米兰 还有意大利的几个城市 然后后来还有在美国 最后有选进美国纽约的莫玛 现代美术馆里面放映 在他们的影展里面放映 我觉得这部片自书里能够走出去的原因是因为 它可能跟我们世界上每个人都习近相关 我们每个人都要穿鞋子嘛 可是很多人他们会用名牌的饰品 所以从一个鞋子的生产过程里面的人们的处境 这些观众可能也看到了他们自己 可是我带这个片子去国外的时候 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尤其是在莫玛的那一场 在莫玛到的两场 第一场的时候就是进入满座 那大家都很安心的看完 然后很多人问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然后到第二场的时候 只要 因为里面有很多虚优比的 很残酷的过程的画面 大概有两三次 然后每一次有这个残酷的画面出现的时候 我就看到前台有观众默默的留在 就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太重了 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 影片的残酷的重量 好 所以说到后来 其实把影片带出去 就是我们 其实我是用国外高跟鞋跟萨瓦的日记 在看台湾作为一个在东亚的国家里面 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时候的一些处境和冲击 所以在这里面 我其实看到的是 就是很严重的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 那这个被边缘化的状态 其实在台湾有一种很严重的集体焦虑 一直不断的在燃烧着 那这里面当然跟我们在全球的边陲 还有在尤其是现在在一个大国的边陲 就是在中国的旁边 是很有关系的 焦虑感非常的重 我今天还在想就是 我回想到我在拍外高跟鞋的时候 我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曼哈亭找到一位穿Fendi的高跟鞋 就是她有很多很多双 名牌的高跟鞋的一个小姐 后来她变成我的被设者 一个韩国艺紛国人 当时我通过各种管道 我一直找不到 纽约的 那一位穿高跟鞋的女生 所以有段时间我有点要放弃了 我就在想说 我要不要改道去上海 找一个女生 她也是很狂热 喜欢名牌的高跟鞋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 不对我应该要把这条线 拉成成一个全球化的线 因为你们想 假设 因为这部片 做鞋的人是在广东 然后牛皮是从中国 跟俄罗斯兵界取到的 这些我都拍到了 我就是在等那个穿鞋的人 那个受访者 他什么时候可以被我找到 如果今天这个 使用名牌的女性 是一个上海女性 他就会变成一个 在中国 谈中国 皮肤差距的故事 对不对 可是很凑巧 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四五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没有那么 critical 没有那么急切地要被施说 可是如果你今天问我 说这部片 如果我要重新拍 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要找的是一个上海的女人 还是曼哈登的女人 我会觉得 我要找一个上海的女人 因为 中国崛起的速度 在这几年 非常急速的变快 所以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当口 就是一个很重要 需要被问的问题 因此当我在决定题材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必须一直呼应 这个当下的世界的一些脉动 然后 这个脉动的风潮 也许会延烧个五年十年 然后让这个作品 可以跟现在 一直到未来 五年十年的观众 可以产生对话 那这个是今天突然想到的一个 一个有趣的例子 那我想 接下来我想 就直接先放台湾野狗熊的点花 湖野狗熊是去年上了院线 然后 他拍的其实是 台湾在彰化社头的 一个作画型的小豆家 那 因为 全球化的影响 所以 台湾的棉花 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我很好奇 这个小豆家他 他怎么想 他如何来要怎么走 所以是 其实是商业周团 开始的这个计划 然后我们一起找到了 黑酒图熊这个点 你现在老公年 差不多有三百多年了 你分两个就有一个 你做月了 你接大家两个工作 结婚三十年 我做五三个月 都是 大家做一项 都做三十四五月 大家做变三十四月 那就是 十五多年了 五十五二十五 我以前做 没有那种 五十四月 没有做三十几年了 没有做五十四月 没有做五十四月 我现在做 做食杆的 有关事 真的需要这位 薪水 吃到很多人 没有真理 没有关键 晚上要等一會兒去看的時候 我在老闆準備要寫藝術 我明年三月的話 我要直接去大王子 他自己要去借單人 他沒有做單口 然後吃了很多媽媽就不會找媽媽賣過分 我要的是說 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自己可以選擇就好了 米媛姐你這次機會而已 這個平白在三分內就不容易了 我在一箱買五十五五五六五月 什麼 不怪今天我就看老闆來 我就看水裡頭 我賣五十塊 我不是說要做得太大做得太大 做得太大做得太大 做得太好 我們沒有後退 我們要去找他 做人的才是怎麼比白 還要去做 我心想要跳出來 還要拍一拍照 然後最後我想 我們還是要回到 一個紀錄片的文心就是說 創作的土壤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對我來說 創作的地方還是在台灣 就是我還是一直覺得說 我應該持續下去拍在台灣 非常在地的 非常在角落的在邊緣的一些人的故事 這也影響到我現在正在拍的一個片子 叫做《只要我長大》 拍的是在花蓮的邊緣青少年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我拍過最難拍的一部片 對我來說很大的情感的考驗 就是說我對片子裡面的兩個女孩 其實有一種像媽媽 或者是像大姐姐 像阿姨那樣子的情感 就是很自然的很想要去投注很多的關係 去照顧他們去關懷他們 其實我不太相信 鏡片都有跟他必須做一個在鏡頭外面 鏡頭外面非常冷靜的存在 我一直都不是 我是因為每一部片的現場 我都有掉過眼淚 然後 我也不覺得我需要太去壓抑我自己 在現場受到感動 或者是覺得我想要流露出來的情緒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真實了我自己 那我並不想在拍片的現場做太多的演示 這部片很幸運的有拿到日舞影展的前期的補助獎 所以現在正在後期的拍攝和剪輯的階段 大概希望春夏的時候可以完成 你只能先在簡短做一個暫時的提議 就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書副式的人 很多時候我竟然是無言 就是我 speech 我沒有辦法說話的人 就是我看到 停在我面前 因為我會一直挖 去在一個地方 在一個人的身上 一直去 去跟他對話 一直去挖掘他的補持 一直很利切的 很貼近的去拍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人他彈露出來的真性情 還有彈露出來他自己生命中的殘酷 很多時候不一定是 我能夠消化的感覺 很多時候我會無言 可是 也透過這個過程我會看到 這個世界一直在一個傾斜的狀態 他不是公平的 他永遠都不是一個 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會說水平很重要 就是 我們看出去的東西 他一定都是一個平的嘛 可是 我看出去的世界常常都是歪形的 因為有太多人被壓在天成的另外一段 被擠壓在邊緣 他們可能完全不能為例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觀眾 特別是看完 我會寫的時候 有些觀眾會 情緒很激動 我會說要怎麼辦 然後他們如何去面對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該如何改變 我通常會說 很好啊 你看到這個世界的真心裡面 因為這個世界的本來面就是歪斜的 這不是一個公平的世界 那 作為一個 對這個世界還 有熱情的人 來說 我們都會很希望這個世界 盡量的去向於公平 那 該怎麼辦呢 我通常會跟大家說 讓這個傾斜的狀態在你的心裡面 待久一點 不要急著把它搬回來 不要急著用任何很簡單的答案去 讓自己覺得很舒服 好 這個問題解決了 問題是問題不存在了 因為這不會是未來終究的 最終的答案 那 讓這個傾斜在你心裡面 讓這個不舒服在自己心裡面 待久一點之後 試著去跟他相處 然後 我們才能夠找到一個 真正比較持久的答案 他往往是 跟我們自己相處來說 是一個很常的 終極的提問 是一個終結的答案 很可能他也是 一個有熱情的人 在面對世界的時候 他所看到的一個答案 所以我覺得 你不要去抗拒這些不舒服 不要去抗拒看到世界的歪斜 因為 終究這個世界的歪斜 會給你很多很豐盛的禮物 然後他是會滋養未來的生意 他會對你一起走 這個是 今天暫時的結語給大家 一些自己經驗上面的分享 我想也許 吳華也有一些想法 我 我在看先前的訪談裡頭的時候 就是 賀老在訪問中他就說 因為透過這個 他手拍攝的對象 然後 他體會到的是 那麼困難的人生 然後他作為一個訪觀者 其實他自己我已經能承受 那些處境 然後我作為觀者 我在看他的賀老的影像的時候 我也總是非常著急 我就在著急那個 炸瓦多的那些工人們 他們在那個 下一餐 能夠吃什麼 然後或者是那個黑狗胸 他的那個襪子 下一雙他能夠有多少的利潤 然後 然後那特別的是在那個 我愛高跟鞋的這部片子以後 其實他有一個很有趣的點是 這個透過高跟鞋 他從紐約的時尚圈 然後穿梭到 廣東的女工的宿舍 然後穿梭到那個 新鄉邊界 那個殺牛的地方 然後其實是這個 這樣的一條產品的這個 生產線喔 他其實是經過非常多女人的手 然後這些女人都藉著 這些影像 在樹中的她們的夢想的時候 會覺得非常的心酸 因為那個 那個時尚 紐約時尚女人的夢想 跟那個在廣東 一輩子做著鞋 卻買不起她做過的這些鞋的 女工的那個夢想 如何成正比喔 那這個幾乎就是剛剛在 賀導他所說的就是 面對這個傾斜的真實世界的時候 其實究竟我們能說什麼喔 所以事實上在他的這個紀錄片裡面 其實他至少交織了三條線 而這三條線 跟我們每個人 事實上是透過影像 我們最後才會發現 原來是息息相關喔 如果第一條線是從土地 跟斷裂的歷史 然後到種族 然後最後我們會懷疑 真的有所謂種族的問題嗎 事實上台灣原來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而今天也充滿了新的移民 那甚至有一天 如果台灣的經濟狀況沒有起色的時候 我們的小孩會不會變成亞洲的移工 然後那他賀導拍片 從WTO的這個產業外移 所展開的這樣一個經濟 經濟的全球的這個流動的這個視野 他帶出了這些勞工的問題 那事實上是不是也是我們作為一個 這種都會的大經濟結構裡頭的一個 小螺絲釘的每個人的處境呢 那第三個是從這個名牌的產品的 這樣的一個消費的流動 然後他牽動的是全球 跟每一個在地之間那種緊密的那個連結性 所以有時候在看賀導的片子的時候 最後會發現原來自己真的是 就是也置身其中 然後這就會讓我又再想到賀導在訪裡面 他提到了 如果說他在面對這些很強韌的 掙扎求存這些生命 他如果沒有辦法體會的話 如果他對於這些生命的看法夠深刻的話 如果他自己不能夠很平靜的去面對世界 這條路很難走得下去 那我想引下的力量很可能就是讓我們 一方面在這種流動的飾點中 然後不斷的與人交換飾品 交換情感的處境 然後同時換取生存的真實 然後是不是有一個片刻有可能 讓觀者跟背色者出現一個新的可能性是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影像之後 我們有一個重新構造新現實的可能性會出現 好 先說到這邊 好 先要謝謝我們賀照給您賀導 我們也要下去 那個春之當代業呢 已經做這幾個這樣的講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標請這個大陸 還有馬來西亞 來自不同地方的藝術家 藝術工作的大衛隊 那今天是新年的開始 也是由於這個一年的結束之前 所以新的一年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台灣的合法來談 因為就是以後來就給壓軸 裡面就是有這個 就是當代業的這個藝術 有比較知性的角度 跟大家就從一個各方面 比較跨界的分享 那我第一次看到賀導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那個大家說 我愛抱跟誰 那個一開始的畫面其實很震撼 就是那個小 小的嗎 應該是小的 就是這樣 就拉進去 然後就 就想到 那個 所謂產業 消費產業這樣 那那個 那個畫面我看的是 當時我們剛才那個 應該要做的一個展覽 就是一個 一個展覽 裡面有一個張立山 也是一個華人醫師家 或者是 流浪狗 流浪媽 這樣 剛才也有一個紀錄片 就是 台灣的這個 環保室的這些 工作人員 在處理這個 流浪媽 流浪狗 就是 直接就是 用一個 補火器 火火器把它弄下去 那 他們在 在問的時候 這是什麼 他們給你派 然後 因為 因為我們是在處理垃圾 那不是在處理什麼 他們在處理垃圾 今天我們在看 那個 賀導的面子 那些工的 就是他們在處理的 這個材料 那 後面呢 那些工廠 他們在處理 最後就是 那你看到一個 系統後面 工作的關係 他在處理 一個死的關係 那 接著後面 其實到了很多 我覺得 今天我們可以 從一個 台灣 台灣的一個 達人 或是台灣的 紀錄片工作所 去看那個 其實 已經不是台灣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們過去 看到我們是 台商 成就 然後在哪裡 做什麼產業 就是看到表面 好嗎 其實 在廣場 就是到了工廠後面 就當然 另外一個 我們去看到 就還有一些是 我們不知道的 這個也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些作品 也是特殊的 那在當代藝術裡面 大概比較多 就是處理 議題 因為當代社會的 當代議題 藝術家 或者藝術工作所 除了 國際藝術所所 的創作中 自己的一個專門 通常都知道 那藝術到底可以做什麼 然後這個 這也是我們跟 春節基金會 要舉辦的 就是用一個 一個 當代業的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 大家 比較從 多位 不同的角度去看 一些 比較議題 後面的一個 一些 不同的面向 這樣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今年 我們已經在一起 規劃更多 新的一個 這系列 我們教育費用 這邊也會跟大家說 大概有什麼 這種一個 所謂 獎勵措施 因為我是希望 歡迎大家 繼續來 參與一下活動 在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都可能要去 旁觀 去桌子 還有這麼多人 在這邊 坐在這邊聽這些 比較好 可能是幕後幹部的 或是創作的一個 實際的工作進行 我覺得也是很難度 所以我們希望 鼓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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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參與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